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用我的语言来讲 这个中国话本身是具备了真善美 这个人性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就是中国话的一个核心问题 所以我一生当中追求 就是这个指导我的一个动力 所有的艺术 包括所谓目前我们讲行为 或者是内心的内美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面 进行我的创作 因为这两幅作品还是以前的作品 不是最近的作品 所以跟现在已经有相当的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如果放到世界上来讲中国话 它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人大部分不知道 不知道中国的艺术语言是怎么样的一种艺术语言 因为中国话的艺术语言跟西方是完全是两个系统 所以这个系统不同的话呢 我们我们近一百多年来 本身我们在对西方交流上面 我们就没有拿出一个传统中国话 它本身的与这个艺术语言这个体系 到国旗上来讨论 而只是作为一个话来讨论中国话 所以这个呢 我只能是简单这么一个开一个头 实际上是一篇大文章 我们目前这篇大文章 还应该还要再深度去进行考虑 应该说我的风格都是 循序渐进的 不是说我要追求某一个风格 我到美国几十年 我主要是观察西方的现代艺术的走向 它是属于一个西方文化源的一个 道路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 跟我们中国呢 是两个形态 所以我我艺术到美国来 我艺术本身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扩题 还是圆着中国本体的文化 往前走的 所以你包括我用颜色不同 用墨不同 还是用圈子 还是用毛笔 还是用墨 但是颜色上我做了一些改变 就除了矿物质的颜色 矿物质的颜色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了西方的 这个化学的一些原料 这个结合是 还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就是你怎么样能 归纳到中国这个文化源流 这个艺术的走向 这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 表面上的概念 我让你尽量的 都把上面当年重来 这些特别的 在这个刻〔化学来〔化学来〔化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